水浒传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一曲梁山 宋公明一败高求 自古打仗 军情定义 戴宗自告奋勇去东京打探虚实 不过宋江担心戴宗的安全 让刘唐和他相随 两人收拾行装往京城而去 到了京城一番打探 两人得知了一个大消息 通关惨败 皇帝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原来当初铜冠出兵 是高求宝举吧 如今铜冠败得这么惨 要是让皇帝知道 岂不是他高求也有罪过 所以两人找到蔡京商议对策 蔡京心里也有算盘 因为当初宝举铜冠 他自己也是投了赞成票 况且现在大宗江山不图往日 暴贼蜂拥四起 官家被蒙蔽 只想着取论 能有人替这样的朝廷卖命打仗 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还管什么胜败呀 所以天子那边 尽可瞒他过去 保住铜冠 至于说梁山这边 可以再派高求争较 四日早朝 蔡京向天子曼报了铜冠 战败的实情 他谎称因天气炎热 兵士水土不服 加之缺少水军战船 不全且霸占 回营暂时接系 另选取一帅 再次带帝不争脚 蔡京刚说完 立刻高求出揍清醒 愿笑全马之劳 但是有物以争调水军战船为要 天子当然是远造 依然宣权处理 这一回 蔡京和高求 组织起了大宋 最为精锐的一波力量 他们调来了十周的节度时 毁成了十三万大军 这十周节度 多是陆林出身 他们身经百战 后来守了昭安 皆为朝廷所用 蔡京公文催促之下 各路军马如期 到达几周听令 高求又下令 催江南金陵健康府的 水军头领刘梦龙 要他带着全部水军战船 向良善进发 要说这刘梦龙 不简单 他生在水乡 善知水性 旅见水战功 现统领水军一万七千 战船五百 是天下数一数二的水军将领 他手下还有能争贯战的 党是熊党是患 两兄弟都不一样 不过光是如此规模的水军 高求竟然还觉得不够 他又是先父 沿江招来大小陈枝 一冲冲用 至于说各路周府 他高求更是要求 军水粮草 一应快快备齐 几天之后 戴宗和刘棠 将高求清帅十三万打军 始终节度使 征讨梁山的消息 报给了宋江 宋江心中监控 立刻召来 无用赏意 其实 此番官军改以大型的水军为主 是个错误的选择 因为 梁山坡的水文地理极其的复杂 虽然看似是个大湖坑 但其实是大河绝口之后形成的艳色湖 其中有许多浅滩和沙石 根本不适合冠军大型水师战船展开作战 反而是梁山的小船 在梁山坡中更加灵活 无用对于这件事先知肚明 他先派出了张青董平去吉州骚扰 惊动高求 再叫梁山各路水军利用地形水士夺取战船 就说这十节都市 他们陆续到了吉州 可是 京北节都市王文德 一般路上就遇到了洞平张青的拦截 头上中了张青一石子 给了个大大的下马威 随后高求驾临吉州 他也等来了流氓龙的水师战船 要说混蛋 也就是混蛋 高求即使贵为军队统帅 也难掩他的方弦气质 你向他定夺如何排兵布阵 是怎么定夺的呢 按历里给他送钱的 就能留在中军 在他身边安安全全 没给他送钱的 就派出去打头阵 刚赶死堆 如此破坏军迹 还没打呢 就嫌埋下了隐患 三日之后 高求披挂上阵 带上大小三军水士 往凉山开来 宋江统领大军山前扎站 高求的先锋王焕 与梁山大将临冲出战 战了七八十回合 各自切战 此时节度使京中 有求出战 梁山忽炎卓提边杀来 只二十回合 这京中就死在忽炎卓边下 高求见出战师将 又踩向元镇前来 这向元镇不简单 东平迎敌 被向元镇射中了右臂 幸亏有忽炎卓临冲 抢回了东平 宋江剑壮带军马 四三推去 毕竟这一场高求带的 可是继大宋全国之力的冠军 将领素质比之前的每一次都要高 所以在陆战上 高求算是和梁山打了个平手 不过水战却是冠军一方的刘梦龙 一百涂地 却说刘梦龙和党士雄等人 直接将全部水军战船开进了凉山水坡 这里水势浩荡 简是芦苇杂草 以往无际 阮氏兄弟在这里可是撕混了多年 河口港叉 高低深浅 都是了如指掌 他们早就四散 埋伏了起来 刘梦龙出来乍到 又是巨大的战船 行进缓慢 掉头的困难 还没有多久就深陷在芦苇杂草浅滩当中 阮氏兄弟健壮指挥几百小卒 从芦苇当中冲了出来 杜注刘梦龙大船退路 刘梦龙健壮指得潜水逃走 那党士雄惨被活捉 高求在远处 看见水军已经惨败 不由得叫苦收兵 高求第一仗就败成这样 这第二场战役 他能挽回局势吗 必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